通胀高企 加息继续 在资金成本不断上升的年份里 现金流就变得极为重要 Coast作为澳洲具有垄断性质的超市巨头 现金流稳定 且不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那么Coast的股票目前估值是否合理 能否在未来两年加息环境中 作为我们的投资标的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疫情后 央行为了救经济大量放水 导致物价普遍上涨 Coast是少数受益于不断增长的通胀水平的企业 销售额稳步增加 食品价格上涨对超市的利润贡献有所增加 因为食品类的需求弹性较低 所以价格增加不会影响销售数据 消费者将资金从电子产品 家具等耐用品 转移到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 Coast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的公司 业务涉及食品 酒类和便利零售 Coast约90%的价值来自超市零售业务 旗下拥有Liquia Land和Coast X-Price等品牌 2022财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%至394亿澳元 稀税前利润18.7亿澳元 预计2023财年Coast的总利润率会提高4% 在抵抗通胀的股票类资产中会有跑赢大盘的潜力 高通胀正在推动超市零售业务的销售增长 且会持续下去 直至通胀降到2%下方并且稳定住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